我在仁愛醫院的往生室裡面 幫這一位老奶奶化妝 那他是在仁愛醫院 醫院裡面跳樓的 跳樓的 對 他跳樓的姿勢 很明顯就是面部朝下 面部朝下 重力加速速度 所以他這邊鼻梁圈骨都是凹的 對對對 那家屬也 因為老奶奶也都八十幾歲 他們覺得說沒有必要 再幫他做修復 如果這個動到修復的話 可能這個要做侵入 侵入性的方法這樣做 對 那所以家屬只跟我講說 就是幫奶奶化漂亮一點就好 所以我就半夜去化妝 然後往生室其實半夜 除了接體以外 不會有其他人在那邊走動這樣子 對 然後在化妝的過程當中 因為我會 我的習慣是先 吹整頭髮再來化 化妝 然後我在吹頭髮的時候 半夜通常是只會聽得到 吹風機的聲音對不對 對嗎 然後我就吹一吹一吹 突然耳邊一樣很奇怪 我聽到的都從幼兒聽到 就會跟我說 化漂亮一點 化漂亮一點 很輕很輕 那女生的聲音 女生 對 那這一次我就把吹風機關起來 我就跟他講說 奶奶我一定會幫你化漂亮 請你放心的交給我 幫你服務圓滿這樣子 對